嘿你好欢迎回到Axt 俗话说无图无真相 可见的图表的重要性 一页PPT能卖10万美金的各种资讯公司们 比如像麦肯锡这种 在他的研究报告当中 专业图表琳琅满目 如果你也希望像这样的专业图表 出现在你的PPT当中 你不需要花10万美金 只需要花10分钟看完我的这期视频 就可以分分钟制作出这样专业风格的图片了 举例来说 如果我想把我的某一期视频 比如这一期ChatGPT Canvas的视频 总结成这样的图片 然后进行分享 那么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需要对视频的要点进行总结 那这一点几乎所有的AI工具都能做到 我目前用的是Notebook LM 这边就是我已经总结好的结果 不了解谷歌Note LM的朋友 可以看我之前的一期视频 专门讲解如何使用Notebook LM的 那做法很简单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笔记本 然后把视频的字幕文本 给它拷贝下来 直接粘贴在这边 就可以作为Notebook LM笔记本的数据来源了 然后我们就直接让它总结要点就可以 那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我们所需要进行处理的文本 咱们可以把它先拷贝下来 而能够根据文字来生成图片的工具呢 就叫做Napkin AI 那今天来分享的呢就是说话说教会你如何来玩转Napkin AI 看看它的各项酷炫的功能 Napkin AI的网址就在这里 Napkin.ai 那进入到它的首页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右上角的getNapkin free 然后创建一个你的账号 你可以直接用谷歌邮箱进行登录 或者呢也可以用你自己的邮箱进行登录 那这边是登录界面 如果你还没有账号呢 点下面的signup 创建一个新的账号 输入你的名称 然后你的邮箱 然后再创建一个密码 点击signup 然后它就会给你的邮箱发一个验证码 只要把你说到的验证码 口碑粘贴到这里 然后点击提交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点击中间这个按钮 创建我的第一个Napkin 创建Napkin的方式呢 提供了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把你的文本粘贴过来 另外一种呢 就是通过AI来生成一道文本 我们首先来看我们粘贴文本的效果 我们就把刚才Notebook-ln5生成的文本 先拿来做个测试 拷贴下来 然后我们选择粘贴 粘贴过来 这就是一个新的Napkin文档了 第一次使用 它会给你一个向导 生成一个可视化的效果 首先它会自动的帮你选中了一定的段落 然后出现了一个蓝色的小图标 你只要点击这个蓝色的小图标 就可以生成可视化的一个效果 点击 它就会根据你上面这段文字呢 自动生成了一个可视化的图表 它的图表有各种各样的样式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进行挑选 比如这个样子就很好看 这里面有很多的样式 都是这种比较现代透明的风格 我们可以看一下 功能概述 太阳系的样式 这里面预定的意义的样式呢 还是很多 而且也挺漂亮 如果以上这些你还不够用 你还可以通过点击下面的 生成更多的样式 我们点击一下看看生成更多的图形 会生成什么样的样式 又生成了好几个新的样式 那我们可以先随便选一个 比如就这个 点击之后呢 你还可以再进一步的选择 这个样式它不同的配色风格 比如这边就给出了 123456 六种配色风格 我们就先选它第二种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可视化的图形 在这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最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这个小按钮 可以自动的根据你的文字 来生成图形 它可以自动的识别你的文字的段落 当你的鼠标移动到某一个段落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就有一个蓝色的竖条 这就是它的文字范围 那么它生成图表呢 也就根据它这个竖条 所框定的这个文字范围来进行生成 如果你要想根据更多的文字 来生成一个图表呢 那你就需要进行手工的选择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竖条呢 蓝色的竖条已经包括了 所有我选中的文字 这时候我要点击生成图表 它就会按照我们所有选定的这些文字呢 来进行图表的生成 同样很多的样式 我们可以随便选一个先 然后当我们把鼠标 悬停到大标题子上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有一点的不同 这时候旁边就会出现一个小图标 这个图标实际上就是对你的标题的一个装饰 我们可以在它的建议图标里面 选择上一个图标 比如这个图标 OK 一个小装饰图标就有了 对于Napkin帮我们自动生成的这个图标呢 我们其实可以进行更详细的自定义的 比如我们点击可以选中整个的图形 在图形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用它的这些小功能按钮来进行各种各样的自定义的配置 首先我们可以选颜色 你就可以在这边选择不同的颜色 还有不同的亮度 上边呢 我们还可以选择它的各种style 比如像马克笔的效果 那第二个呢就是对它的线条边框进行的一些配置 比如各种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粗细 以及它不同的样式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给整个的图形增加一个边框 比如增加一个虚线边框 或者一个圆角框 这个按钮呢叫做Open Group 它的功能呢就是把你的图片拆成更小的元素 比如我们现在这个图片是一个整体啊 但是呢如果我们想调整其中的某一个图标 这个钢笔的这个图标 那么我们就需要把它拆开点击 我们就可以单选中某一个图片了 这时候我们就选中了这一个小图片 那么我们就可以对这一个图片进行更改 这样通过拆封啊 你就可以进行更精细的自定义 最后一个按钮呢就是把这个图片导出 我们可以把它下载为各种格式 比如PNG图片 SVG图片 以及PDF 你要下载成SVG图片呢 还会有更多的用途 这个我们后期再说 那除了在这边选图片格式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选它是暗色还是亮色 以及我们是否需要背景 同样我们还可以选它的分辨率 选中之后我们直接点Dunload就可以了 这个图片就可以下载回来 这就是我们刚才做好的下载回来的图片 怎么样这个图片还是很有现代感的 放到你的PPT里面呢 一定会为你的PPT增色不少 话说根据你的文档 自动的生成各种各样这种专业的图片呢 图表呢 已经很令人惊艳了 但是呢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下面还有更厉害的 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下方 有四个按钮 那这里面最惊艳的呢 是左边这个Spark Search 咱们把它当做压轴的 我们先从最右边的图片说起 点击我们可以从电脑当中来上传图片 当然最简单的呢 我们可以直接就把图片给拖拽进来 比如我们可以直接拖拽一个图片进来 这就是我的二维码 大家不妨先扫一下 进入到AI精英学院 这里不仅有闭美收费课程的免费福利 还有两门实打实的AI核心能力的课程 好 回到我们的图片 选中图片之后呢 在图片的四个边框 我们可以看到若隐若现的 有几个小圆点 猜猜这些小圆点有什么用呢 没错 它就是用来创建连接关系连接线的 比如我们可以拖动一条线出来 就可以把它连接到其他图片 或者文字上面 不知道你们刚才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当我们开始拖动这条线的连线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他的元素上面的这些锚点 全部都显示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条线 拖动到某一个锚点上 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Napkin 它的这个小细节 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 那这时候如果我移动这些图片 那么这个连线就会跟着会移动 其实我倒很希望 他们能把这个做成一个白板 好 这边是图片的功能 那接下来呢就可以进行手绘 可以选不同的线形 接下来是Label 文字标签 我们就可以在文档的各个地方 去添加文字 好 我们先把这些删掉 好 现在我们就要说到Spark Search 点击Spark Search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可以随着你的鼠标移动的小窗口 那这个窗口 我们一看里面的东西呢 就是一些小图标 有点像Emoji 比如说这边它还给你提供了几个例子 Cat 猫 这边我们就有一个小猫的图标 但是除了各种各样可爱的小图标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磅的功能啊 就是它的图标 比如说丙图 这是一个丙图 我们可以先放到一个空白的地方 好 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很专业的丙图 那关键是呢 这些数据是可以变的 比如我们把这个35% 给它改成50%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图形 实际上根据你的数据是变化的 这个对你做专业图标 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功能 你完全可以根据你的数据 来定制它的这些图片 那除了丙图 其他的图形肯定也是不在话下的 比如这边还有调新图 2 好 调新图 我们同样可以来改一下它的数据 图片是根据你的数据在变化的 所以就又说到了 Napping它的小细节呢 做的确实是非常到位 然后我们可以在右侧看到 它有一个小图标 这个图标就是用来添加注释的 好 添加注释肯定就是为了协作来做准备的 因此呢 它也有分享的功能 在右上角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share 我们就可以通过输入邮箱 把它分享给具体的人 或者也可以直接把它的link分享出去 那它分享的模式呢 就支持除了看以外呢 你还可以支持注释 编辑 甚至编辑之后再一次分享 好 我们刚开始看到 除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文章放到Napkin里面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Napkin自己的AI来进行创作 比如我们在左上角点击新建一个Napkin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它的AI来做一个草稿 写一个面试技巧的文章 好 它就可以帮你写作出一个草稿了 你所有在Napkin里面创建的文档呢 都会存在左边的Library里面 点击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就是你的文档 Napkin AI它现在只是一个测试版 功能上还是比较简单 但是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它所生成的图片呢 已经可以为我们的文档增色不少了 已经达到了相当专业的程度了 完全是可以实用的 而且从它目前的这个软件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看出 虽然它的功能做的还不是很多 但是它的每一项功能呢都做的很到位 所以还是值得期待的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AXN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帮我点赞评论 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今后更多能够提升效率的机会了 咱们下期再见